多喝热水行不通 千滚水隔夜水致癌 是否能喝实验告诉你 不知从何时起 多喝热水成为了遇到困难 不舒服时的万金油解决方案 但是如今越来越多人出来反驳 多喝热水是行不通的 其中对于千滚水隔夜水 甚至是电水壶烧的水 都有很大的成见 不仅不能够解决问题 还可能会对身体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比如致癌等等 这些水到底能不能喝呢 今天来一探究竟 对于千滚水隔夜水 电湖水不健康的说法 他们给出的理由大致如下 千滚水是指反复烧开的水 反复烧开的水 压消酸液的含量水平不断提升 且容器中的有害物质 同时会浸到水中 隔夜水的危害 就是会掉落很多的细菌 并扩散繁殖 当这些物质进入人体内 就会对消化系统产生影响 而电湖水不健康的原因是 市面上的电水壶材质 大多数金属 塑料等等 不少人担心 当高温夹着烧开之后 电湖里的有害物质进入水中 这些理由起初听起来 挺像那么一回事 但是细细研究 问题可大了 为了辟谣更有说服力 央视专门在节目中做了实验 将平常人家都会使用到的几样煮水工具 电热水壶 铁壶 铝壶 电磁炉等等 在容器中煮等量的自来水 并为了同时对比铅滚水 是否真的会导致亚硝酸盐增多 将水分为滚5分钟 20分钟的 将水煮好之后 先来验证5分钟的 结果表明 不同容器在同一时间内 煮出来的水亚硝酸含量有所不同 其中含量最高的是电磁炉 而滚了20分钟之后 水中的亚硝酸含量确实有多增高 但是增高量非常少 这些含量完全不会影响到人体的健康 对于铅滚水 将会影响人的身体就是杞人忧天 完全可以正常喝 放心喝 将这些烧开的水 放置在同一环境内24小时 检测隔夜水是否可以喝 结果表明 电水壶 绿壶 铁壶烧开的隔夜水 亚硝酸含量增加了微量 而电磁炉的反而减少了 同样 这些亚硝酸含量 不会对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以放心喝 最后 就是对于不同材质烧出的水 是否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检测常见的电水壶 铁壶 电磁炉煮出的水 除了少量铁之外 几乎检测不出其他的金属元素 但是 铁元素 是我们身体所需的重要金属元素 对身体无害 所以 那些流传电水壶烧开的水 喝不得的说法 无非是无极之谈 但是 让人大跌眼镜的 是以前每家每户都必备的铝壶 实验表明 铝壶煮开的水中 铝元素严重超标 含量还会随着煮的时间增多 且含量超出规定值的10倍左右 因此 在众多实验下 铝壶煮出的水 确实会对我们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我们日常生活中 应该避免铝壶烧水 不仅如此 在我们平时 水电热水壶烧水时 都能发现 时间久了 就会在底部出现白色的水垢 不要对此掉以轻心 长期用水垢过多的水壶烧水 会导致美离子摄入过量 在平时 我们一旦发现水壶底部出现水垢 可以倒入适量的白醋 煮沸之后再将其倒掉 就可以轻松解决水垢问题 更好的 为我们健康身体保驾护航 更值得注意的是 多喝热水 不要多喝开水 热水的热度不要过高 应当是喝温开水 过高的水 会让肠胃受损 造成肠胃癌 对于千滚水 隔热水 你们怎么看呢